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ABC它是有理數 然後根號C它是無理數 而且B不等於0 那要你證明說 A加B根號C它是無理數 我們現在用反正法 我假設它是有理數 我們曉得這個有理數 對這個加減乘除具有封閉性 也就是說 有理數跟有理數之間 進行四者應算的話 最後還是有理數 好,那我們曉得說 我假設這個是有理數 但是已知A是有理數 所以我有理數相減的話還是有理數 也就是說 A加B根號C 減掉A 兩個有理數相減 它還是有理數 好,那也就是說 B根號C它是有理數 B根號C它是有理數 那B也是有理數 那有理數除以有理數還是有理數 但是B跟B相約掉以後 就得到什麼呢 根號C是有理數 那這個又得到矛盾了 就是說你假設它是有理數 也就是說你假設它是有理數的話 得到根號C是有理數 但是根號C事實上不是有理數了 所以這前提是錯的 前提是錯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有理數 也就是說 A加B根號C 它不是有理數 那不是有理數 它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不是有理數 所以這樣的話就得證了 剪成烘也